佛佑,法音清流,just for you 佛教我们就是护法 可是很多人听不懂 很想 我又没有皈依佛教 那我只是纯粹来膜拜 礼拜菩萨 可能有所求 或者是我就是来吃素 那我算是护法嘛 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 法师其实护法 到底它是一个动词 它还是一个名词 还是一个形容词呢 谢谢壁之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哦 我觉得都可以 我们先从当作动词的角度来看好了 什么叫做护法 我们从文字上来看 叫做护持佛法 那么从护持佛法的角度呢 就是有保护跟维持 让佛教呢 能够传承下去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当作动词 那我如果把它当作是名词的话呢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是一个护法者 这个是一个拥护佛法的人 这是一个护法居士 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法会的时候 看到护法居士 它就那个名字 就是会在那个牌子上面 还是什么这样 对对 那这个呢 我就把它当作是名词 OK 好 那如果说把它当作名词的话呢 我们再把内容放大一点 包括什么 像刚才提到的 它可能是来参加法会的 或者呢 是来建寺庙的 或者呢 来塑佛像的 诶 有人总是希望能够这个帮佛祖塑身嘛 乃至于呢 宴经典 可以帮助呢 这个佛教 弘扬 文化教育 慈善等等 所有的工作的人 我们都称它叫做护法 像我只是今天来吃素 然后或者是我来礼拜佛菩萨而已 我没有皈依佛教 那我算是护法吗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它的心念咯 如果今天呢 我来认识佛教的当下 我也希望佛教能够传承下去 我觉得它就是护法 明白 但是我今天只是纯粹来拜佛 那我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意义上是不同的 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下 你带着一颗真诚的恭敬心 然后礼拜诸佛菩萨 其实它就是护法的一种啊 对啊 因为佛门本来就是为每个人而开嘛 应该说佛门打开 只度有缘缘 我觉得这句话我就想要调一下 它就是应该是说都度有缘缘 反正呢你一脚踏进佛寺的那一刻起 其实那个好阴好缘 就是你自己种的种子了 那只要你当下不管有所求还是无所求了 你就是双手合十 礼拜佛菩萨 你的那个恭敬心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护法的一种了 是 对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要把这个名相啊 把它变得是一个很死板的东西 可以把它变得很活络 因为呢真正的护法是 你发自内心去认识佛教 我喜欢它 我甚至去落实它 你就是护法了呀 对 甚至可能说我在研究佛陀的历史 或者是佛教的故事 你理解了那个佛陀的教义 其实也是护法的一种 甚至呢有一些人 我可能不一定对于文字很熟悉 那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拥有这么多的金钱 我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 出力 啊 例如呢我来到场当义工 那我让呢所有的人 我来到场这个拜佛也好 我来修持也好 他们都能够吃得欢喜 其实我当下 我也是一个护法者 啊 对 所以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出一颗心 欢喜赞叹也是一个护法者 嗯 进到佛门就一定要诵经拜佛 那我诵经的话 我真的什么都不做 我也不是 也不想出力 也不想要出 也没有能力出钱啦 也没有关系的 那其实我只是诵经 我算是护法的一种嘛 是 我想跟毕之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有钱人啊 因为太有钱了 所以每天下午呢 他就是跟着三五个好朋友 就是只有喝下午茶 可是他觉得这样一个人生很无聊 那么后来呢 他认识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 哎呀 你不要每天都喝下午茶啦 走走走 你跟我到寺庙来 我们来去当义工 那这个人就很好奇 当义工 当义工要做什么 他说就是义务服务啊 反正你那么有钱 你也不用领钱 他说这个我可以 那他下一句话就问他 我可以做什么 那他的朋友告诉他 只要你愿意跟我到寺庙 你什么工作都不挑 那么我们就来当义工吧 那这个有钱太太啊 他想一想 好吧 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事嘛 他就真的跟去了哦 结果你知道他做什么呢 他竟然被分配到扫厕所 这下不得了 因为当父太太习惯了嘛 虽然呢 他们家没有嘎嘎 但是终究 很多的事情不需要他动手 他有媳妇有孩子啊 所以呢 他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他很不晓得怎么办 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就告诉他 没关系 你能扫一个就是一个 他就真的拿起这些肥皂啦 水啦 就把厕所给洗干净了 结果啊 回去好累哦 因为平常没有做家务嘛 那么他的儿子就很好奇 妈妈你去哪里 他不敢讲耶 但是他又觉得到那里好快乐 虽然他只有去一天 可是所有的人跟他说 哇 你怎么这么发心 你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 我明天还要去 就这样 他从一天两天三天 几乎一个礼拜都在到场 那么后来时间就越来越久 就几个月咯 后来他的儿子发现他的母亲不对劲 因为有时候下午打电话给母亲啊 母亲都没有接电话 那有一天呢 他就好奇 他就决定看看妈妈到底下午都在做什么 他呢就车子开出去之后啊 就停在巷子里 他竟然发现他的母亲 竟然是坐bus到某一个地方 他非常的压抑 我家很有钱耶 我有司机啊 你为什么不要用 他竟然坐bus 然后呢 他就在后面跟跟跟 他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寺庙 然后他就更好奇了 妈妈到寺庙里来干嘛 而且他的打扮是非常的朴实的 结果他跟进去看 哇 他完全接受不来 他的母亲竟然拿着扫把在扫厕所 他就拎着他的母亲很生气的说 我们家有缺钱吗 这个寺庙有缺钱 我们捐钱给他 你跟我回家 这个妈妈就很害怕 害怕孩子的这个行为 他就告诉他说 来 你等我一下 他就把他拉到这个旁边咯 就跟他的儿子讲一句话 孩子啊 我很欢喜来这里当义工 我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一个祝福 孩子很生气 毕工只能来扫厕所吗 这么多的事情 你为什么只有扫厕所 他说我扫厕所我扫得好快乐 因为我连我内心的 我觉得不干净的东西都被我扫完了 儿子突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说你不要在这里 结果他的这个母亲呢 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孩子啊 这句话是台语 你在外面拔金座 我在这里拔金座 那我把它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 他说你在外面上班是努力打拼你的经济 我在这里是要拼我的后事 这个儿子就突然愣住了 确实他的母亲的忙碌是为了他自己而忙 因为他的这个忙是为什么呢 看起来他是为所有的大众把干净的进房让人家使用 可是他在打扫的当下 他也在扫除他内心的污垢 他扫的是他的法系 所以他要拼他的后事是 他希望他的未来更清静更光明 所以他当下也是一个很棒的佛教护法者 我好像听起来就觉得很感动有没有 因为要要一个人放下身段 其实我们在道场啊 常常不管是任何的道场或寺庙 都会看到很多这些默默在工作 默默的在为大众服务的我们讲的义工 但是其实义工它也是护法者的一种 对吧 那如果说说到我们佛光山的体系底下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义工 不同类型的护法 可是接下来我就也是可以聊一下 我们常常会见到 就是尤其在佛光山道场 如果有到处走动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男众 他可能有一定的特定的制服 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佛光山的金刚 然后或者是呢 穿扮的可能穿旗袍的 很漂亮很好看 就是在一些活动啊 或者是法会的时候会出现 然后帮忙就是安排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叫他们是织兵 那有些人就会在想 为什么我们就是来做义工的话 需要有那么多又要穿制服啦 又要有一个名称啦 那不是很麻烦吗 可是我觉得可能法师也是可以趁此解说一下 为什么佛光山的体系底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安排 我觉得这个世大师呢 对于所有佛教徒的另外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证 跟给予他们的一种肯定 为什么佛光山要有这一些制度 其实呢是因为他认为佛教的弘扬啊 不能只有靠出家众 我们也需要在家居士 但是呢在家居士对于佛教的认识 终究没有我们这么的熟悉 所以呢大师他就开辟了一个叫做国际佛光会 欢迎大家呢到了这一个团体里头啊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护法者 那既然就好像我要去学校读书 我就能够学到这个学校传递给我的知识 那么我就可以运用在未来我的工作里 运用在我的生命里 甚至运用在我很多方方面面 那我想这个国际佛光会的一个组织 其实也是扮演像学校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进了佛光会 我又可以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别咯 当然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啊 我们简称男众叫做金刚 金刚居士或者叫做金刚菩萨 金刚师兄 那对于女众啊 你可以来发先担任 执宾 执宾师姐 那金刚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我们之前的几集里面有提到 有所谓的像前兰菩萨啦 委托菩萨啦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叫做神奇 而他们已经用他们的故事来告诉我们 我怎么样来护持佛教 那回到我们的现世 我们也需要大家来拥护佛教啊 但是这个拥护佛教的当下 也势必要有人能够扮演 像委托菩萨 前兰菩萨这一种怒目金刚 来震慑这个道场 所以呢 男众称为叫做金刚师兄 就是因为男众有力气 而且呢 他们真的板起面孔来 其实还是会吓到人的 很严肃 对 对对对 那我们既然呢称这一类叫做金刚师兄 那么我们也要给予他一定的一个课程的概念的了解 跟一些课程的培训 她们呢就可以在办活动的时候 法会的时候 来一起维护整个的坛场啊 能够平安顺利 那对于治病师姐呢 我想女众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是一种慈悲柔和的象征 所以她就是代客 我来接待大家 我来服务大众 所以她为什么要穿着这样子的一个装扮 其实一个就是显现她们的身份 那二来呢也展现她们的制度 其实这两类呢对于佛教来讲其实都很重要的 明白 所以变成说呢我们进道场法师这样子来解说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看到金刚师兄的时候 当然她一定是要男中啦 这个是首要条件 然后她有一定的那个特定的制服 制服就是看起来让大家觉得说 是有那个威严 而且她当然也不是要凶你或是吓你 同样跟我们的护法师一样 就好像刚才法师说 维护那个坛场的清静 还有秩序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所有人 包括法师们啊 信徒们在诵经的时候 我们要投入在诵经 你不可能顾及到外面很多的事情 随去安排交通啊 随去安排那个秩序啊 安排那些工作 所以就有这一些我们讲的义工菩萨 它是有制度化的方式 然后穿戴整齐 然后去帮我们 就是帮信徒 能够呢 先就是摒除这些外在的干扰 他们就是去护持 护持了之后呢 那变成说 我所有东西都不用去 劳心的时候 也不用去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专注的在诵经 对吧 那另外呢 好像那些知病师姐 那知病师姐呢 一般上他都是穿那个黑色的旗袍 对 有花朵印在上面的 我就知道 我们就是在法会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们要招待宾客的时候呢 这些师姐也是会 非常的就是祥和的 就是站在旁边 然后呢 就是接待大家 那你就会觉得 虽然说可能是他不是信徒 他一进来就看到有人 面带微笑这样子来接待你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哇 那种宾至如归 毕竟我们站在一个很陌生人的角度 他进到一个道场的时候 尤其是法会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我反正就来 本来我就是要来礼拜而已 可是好像都很不知所措 那我觉得说这些知病师姐 他就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第一道防线 就是说第一道门 就由他们先开启 对吧 然后就欢迎这些信徒 你就是可以进来 礼拜佛菩萨参加法会 什么都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任何人来 当然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义宫菩萨 只是说这个是比较有制度一点的 那他其实有没有一些条件 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成为金刚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成为知兵 我想能够担任金刚 或者是知兵的这一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是一个 归一三宝的佛弟子 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是 我真的喜欢佛教 我希望佛教能够延续下去 能够发心护法的人 我想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是 我希望我在服务的当下 我也可以学习佛法 那么在学习佛法的当下 我也可以落实佛法 我想呢只要能够拥有这一些 我相信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之兵 或者是我们的金刚 当然如果你没有想要说 有那个就是赋予一定的 那个所谓的责任的话 其实也没有关系 但我们已经一直有在提醒 只要你愿意进来到场 去礼拜佛菩萨 然后信仰正信的佛教 那其实你也是护法者了 是 对吧 其实护法它有一个意义 我很喜欢我们的大师 就是在那个信源文章里面 有提到的 他说护法不护磨 护教不护寺 护法不护人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护重不护思 护道不护财 护正不护邪 护善不护恶 护小不护老 可是一听到一个护小不护老 难道我就不要理年长者吗 这样子的意思呢 这个很好玩对不对 为什么要护小不护老 例如我们行走在马路上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讲 他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安全 什么是危险 所以呢通常从金刚的角度 他一定会先去照顾小孩 老人一般来讲只是他行动不太方便 可是他的辨别能力远远胜过孩子 所以他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 他会先护小再来护老 不是不护他还是会 但是那个优先决定 对对对 理解 原来他还要学这一些可能性 所以这个教育 我觉得那个护法的意义 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我很认同那个护法不护人 因为本来就是呢 佛教就是由佛头说的法而成 就是延续佛会命嘛 但是很多人有时候可能在进入佛寺之后 毕竟人是我们有七情六义 我们有情感 他跟这个人相处可能跟法师相处久了 他就会觉得说 我要护持法师 他就会忘了佛头的本意 本来我们就是要护持佛教 佛头说的法 那法师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 所以法师也是延续佛会命 只是我们的不一样之处在于 法师是梯度出家 然后他就是用出家人的身份去护持佛教 那我们这些在家众呢 我们也是护持佛教 但是我们是用在家修行的方式去护持 所以变成说我们还是要懂得去怎么分辨 而不是呢 我就是跟着法师 那其实他就会有点本末导致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刚开始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句话 佛教的一个洪传啊 是在家众跟出家众并行不备的 就像大师说的 佛光山跟佛光会如鸟之双翼 那我把它变成白话文 在家众跟出家众在弘法这一条路上 也是如鸟之双翼 缺一不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以这个护持佛教 而不是以护持人为主 其实它的定义是一样的 当然僧众的功能是洪传教法 可是人他总是会有这个气情六欲啊 分辨性啊 对 那与其你只是去拥护一个人 还不如去拥护一个僧团 是 甚至还去拥护整个的佛教 那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让佛法能够传递出去 不然你拥护了一个人 你可能会增长的是这个人的分别心 甚至增长了他更多更多的这个名利观啊 或者是情爱等等的这个面头 你反而可能不是帮助一个修行人 你可能是害了一个修行人 是 而且日子久了 变成你也会把自己的那个信仰寄托 是衣服在人的身上 而不是在佛佛说的法身上 对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延续佛会命 是要把佛法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如果说有缘听到这个节目的话 你就了解了护法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其实都是护法的一份子 那我们要信仰的肯定是正性的佛教 那如果说进到寺庙里面 是不是说一定要去做些什么 其实不用的 你只要抱着一颗恭敬仙去礼拜佛菩萨 起的每一个念都是正念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有护法 也是在给予各位更多的方便 对吧 所以多一份正性的正念起 我们就多一份正性的护法者 对吧 所以今天也是学来这首歌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黎生明老师的game 虽然法师你觉得这首歌 那个意义跟我们的护法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咯 既然呢我们要来当佛教的护法 那么我们呢要把我们自己欢喜心给出去 所以在这一首歌里头啊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给是世间最美好的事 给是人间和谐的开始 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一种护法的心 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因为你爱他 你就愿意去拥护他 因为你爱他 所以你就愿意做一些这个全心全意的一个投入 那其实回到下一句话 真正的义工就是不畏顾名钓鱼 也不求回报 也不需要任何的酬劳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当义工的当下 我当一个护法者的当下 能够多给别人一句好话 微笑 一份美好的心意 你不觉得这个人间多美好 当下就是人间净土了吗 是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再给 如果说今天你透过Google Podcast啊 Spotify啊 SoundOn啊 听到我们这个佛佑的节目的话 也愿意去分享给身边的人的话 其实你也是护法的一种 因为我们说的肯定就是正性的佛教 那你也是在分享给更多的人去聆听到 或者是呢学习到 那变成说其实你我都是一个护法者 对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送上这一首 离声明的给 希望各位呢就是一起来以正性的佛教去护持 那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有正念的护法者 送上这一首歌 我是主持人地支 我是喵开 祝福各位 平安吉祥 平安吉祥 难懂得给别人最富有 我贪图给自己最贫穷 给自己容易给别人很难 没有了播种怎会有收成 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给是人间和谐的开始 不畏顾名调语 不畏获得回报 不需要一点酬劳 给用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得懂得不思议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意愿 给让人们好运能缘 给人家恰恶构 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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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抚名调语 不为获得回报 不需要一点酬劳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的功德不适应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因缘 给让人们好运远 给人无畏平安和信心 给的功德不适应 给人一句好话 给人一个微笑 给人一点心意 给人一些美好 给是你我有情因缘 给让人们好运能源 永远